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667集 尊严也不是说卖就卖的 夏紫玉若是知道杜兆辉的评价 一定也极为不服气 想要被杜兆荣看重 他花的心思超过一般女人的想象 出卖尊严也要有一定的资本好不好 年轻只是夏紫玉的资本之一 像杜兆荣这样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男人 除了家里的姨太太 约会过的女人不计其数 能记住夏紫玉 那就真是夏紫玉有本事 杜兆辉肯回杜家大宅 所有人都很意外 因为杜兆辉前些天才和杜忠荣吵架 父子俩闹得极不愉快 杜兆辉可是放话 再也不踏进杜家大宅一步 果然 从杜兆辉嘴里说出来的话 就像放屁一样 轻飘飘没有分量 杜兆辉大摇大摆进家门 刘可颖在沙发上享受手部护理 瞧见他进来 刘可颖就讥讽他 赵辉 肯回家就对了嘛 乖乖偷你爸爸认个错 父子俩哪有隔夜愁了 杜兆辉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嬉皮笑脸 四马说得对啊 父子俩没有隔夜愁的嘛 我和老爸在吵在闹 我也是他的宅啊 他怎么可能不管我 毕竟血浓与水嘛 关系肯定长不断的 但是 四马你 就要注意一下 维护夫妻关系了 刘可颖从美容师手里抽回手 你含沙射影的 到底想说什么 嘿嘿嘿 某喜 我就是关心一下四马 那你也不年轻啊 要好好保养一下 你也知道外面年轻女人那么多 我老大反应了 就是见凤差针的 到时候再帮我娶个五马回来啊 那这家里可就热闹了 杜兆辉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前几天才发脾气离家 忽然自打嘴巴子回来 刘可颖心中一沉 挤出两分笑脸 兆辉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事啊 杜兆辉连连白手 没有没有 我就是跟四马开个玩笑啊 不 这混蛋从来不随便开玩笑 刘可颖已经确定 杜兆辉回大宅 就是为了看他笑话 看什么笑话 一定是杜兆辉从哪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刘可颖打发走美容师 看四下无人 终于收起笑脸 你要想看我笑话 那就注定要失望 老爷在外面的女人 我都不放在心上 皆因我知 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 是和老爷开心的小玩意儿 我如今有儿有女 还有大哥可以依靠 哪个女人能够轻易动摇我的位置 杜兆辉点头 是是是 一点都不用担心 既然你这么自信 为什么要向我解释那么多啊 你 刘可颖想骂他混账 杜兆辉哈哈大笑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 你都不担心 我又担心什么 老头子再娶个十个老婆回来 我也是他大儿子啦 儿子永远是亲的 女人不说如衣服吧 那也分受宠和不受宠两种 刘可颖兽的优待 就是因为他受宠 连带着娘家都鸡犬升天 要是宠爱被其他女人抢走 刘可颖还不像二姨太 有成年的儿子可以依靠 现在能叫刘天权管的生意 难道不能收回来 给未来的五姨太家人去管吗 枕头风有多厉害 没人比刘可颖更清楚 杜赵辉挑拨一番大笑而去 刘可颖脸色变来变去 杜赵辉说的女人她知道 就是那个威威 上次她和二姨太去找威威 闹了一场 并不是指望两三句话 就能把威威赶跑 而是想试探威威 在杜真荣心中的分量 刘可颖以为 事后杜真荣绝对会表态 要不就疏远威威 要不就把威威提到明面上 可惜杜真荣两种反应都不是 仍然和威威来往 频率比之前更密切 却没提给威威名分的事 事若反常必有妖 刘可颖也算是了解男人心理 在外面没明没分时偷着香 就像她和杜真荣以前 背着众人来往 特别刺激 真要光明正大摆在台面上 那种偷香窃郁的感觉没了 慢慢的也就是个寻常女人 刘可颖咬牙 老头子对那个威威的看重 连不经常在港的杜赵辉都得知 特意回来嘲讽她 杜赵辉那个贱人 是等着她失宠 再对付她吧 刘可颖脖子后也有点发凉 她这些年得宠的确有够嚣张的 不仅给杜赵辉下了无数绊子 也一直踩着二房和三房 真要有人取代她的位置 刘可颖忽然大叫 花姐 给舅老爷打电话让她过来一趟 舅老爷就是刘天全 刘天全最近恰好在香港 她手里管着杜家的大生意 一年不知有多少货物和钱要从她手里过 人也自然更胖 肚子高高凸起 倒比杜赵荣更显富泰 这么计较啊 现在还能有何事叫你这么慌 刘可颖心跳得厉害 大哥 我们和二姨太结盟 要扶杜赵辉上位 这步骑是不是走错了 刘天全诧异 为何人要说 我们和杜赵辉那个狼崽子有死仇 多年积运 再无和解的可能 若不帮杜赵姬 让杜赵辉掌权 我们哪有好果子吃 当然 刘天全和刘可颖 也不甘心将来在杜赵姬名下讨饭吃 兄妹俩都觉得杜赵姬更好对付 此时全力帮杜赵姬 不过是要把更讨厌的杜赵辉打压下去 这两兄弟眼看着还要逗上好几年 等分出个胜负 刘可颖的孩子也大了些 推出去也能顶事 他们再把杜赵姬扯下来 这是兄妹俩商量好的事 是眼下来看最好的计划 刘天全也有信心 再给他几年时间 杜赵荣想把这些生意收回去都困难 他在外 妹妹在内 还怕拿不下整个杜家吗 人都是贪心的 杜赵辉想要全部的家产 刘可颖可没那么大方 甘愿和杜家其他人平分 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杜赵辉是个狼崽子 杜赵姬也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老头子被那个叫巍巍的女人 咪得神魂颠倒的 那女人之前是杜赵姬身边的女秘书 二方不承认为为是他们的人 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大哥 我们想着 以后拉杜赵姬下马 没准他们母子 也早早着再打算了 等赢了杜赵辉后 就翻脸不认人 给我一招府邸抽薪呢 刘可颖的儿女太小 还不能当帮手 她最大的仰仗就是杜赵荣的宠爱 有人夺走了这份宠爱 刘可颖就成了乌鸦的老虎 刘天泉皱眉 你的意思是